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来讨论图书馆的运用 那图书馆的运用跟我们的学习有什么差别吗 我们要请各位留意到 我们这个课程非常需要各位去利用图书馆 那图书馆它有一个基本宗旨 就是提供各式各样的这个资源 来满足个人或是团体在教育资讯上的需求 也就是说它可以提供各位的自主学习 那它可以提供各位要去找资料 或是要去要做知识的追求 透过这样的一个一个馆藏 这样的一个设备去取得 那我们在讲图书馆的运用是 让个人有兴趣去追求去学习 那它是一个自主学习 它可以提供不同的媒体给你 除了书本除了影印资料 它更有投影片或是微缩影片 那这些学习的这个方式 你个人选择 你可以怎么样去掌握 由你来决定 好 那图书馆它的特别就是 它收集了不同的资料跟文献 图书馆它的贡献就是 让个人需要学习的时候 不是被逼着哦 是你自动的走进图书馆 你是有意义的一种休闲活动 也可以 有些人到图书馆 他不见得是去做功课 他有时候他可以 他去借小说 他借图册都可以 重点是你要走进去 那我要请问各位 你多久没有去运用过图书馆了 学校图书馆是指 在学校里边的这个图书馆 它主要是满足 本校同学的这个资讯需求 协助教职员的这个教学需求 图书馆会有这个图书馆员 或是有媒体专家来管理 那你需要这些资讯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他们的协助 取得你要的 那请各位经常去 你多久没有去运用过 教学资源中心 那教学资源中心 在图书馆里面 它所包含的就是 适合有各年级所用的 这些媒体啊 书啊 我们可以看到 你不 你不常去运用它 你就会很生疏 你经常去利用它 你就会发现乐趣所在 那我们要请各位看一下 学校图书馆 基本的这个目标在哪里 它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图书馆 去学习新观念 我们可以去利用图书馆 培养这个良好的阅读习惯 我们可以认识各种不同的媒体 去图书馆 不是到图书馆里面去读你自己的书 你也不是到图书馆里面去睡午觉 更不是到图书馆看影片 这么简单而已 是请你到图书馆里面学习去培养去收集资料的能力 你了解图书的分类 了解他们的牌价 你会利用他的参考书 你可以利用他的自动查找系统 你可以透过图书馆的机制 你可以去到别的学校的图书馆 你可以去到世界任何重要的资料库 去找到要用的资料 这个才是用图书馆的这个方式 那我们今天请各位注意到 你必须要学习到培养资料的整理能力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媒体 他的这个存在的目的不一样 你的学习方法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他说我看文字我比较慢 可是我运用电子媒体我会很快 可以 但是你要学习会 你要会摘要 你会做笔记 你不是看过而已 你看过而已 你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记得很清楚 一定要学会摘要 你要学会笔记 然后你要讨论 要了解 这个资料呈现的方式 是什么样的意义 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呈现 那这样的呈现 给我们利用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方便性 因为主宰在你 请你利用学校的图书馆 好 这是老师家的书库 长这个样子 那 其实这不是书库 这是我书房 好不好 那这才是我的书库 我的房间 我有两间都塞得满满的 所以呢 我要先跟同学讲 我们在课程当中 所要用的书呢 我全部都有 然后我也全部都看过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 这本书不存在 好吗 图书馆不只是提供教师 教学上的一个协助 它也是同学学习 跟休闲的去处 请好好利用 那重点是在学习 利用图书馆是培养 同学自我学习的能力 培养自我学习成长的环境 那因为有不同的媒体 跟目的 所以你的学习 阅读的方式就不一样 透过这些学习 透过这些阅读 你可以在当中找到 你所想要的知识 那旅行在出门之前 一定要做功课 所以请你利用图书馆 好 我们这个单元到这边